哈喽大家好 家里的马桶堵了怎么办 今天交给大家一招 我们用保鲜盆把马桶覆盖下来 不要有任何的缝隙 然后按下冲水开关 这时内部形成气压之后 反复按压几次 马桶就会通了 学会的老铁给个说 哈喽大家好 撒窗脏了怎么办 今天教大家一招 我们在喷壶里加入一些洗衣液 白醋小苏打 少量的水 摇晃均匀 喷在撒窗脏的地方 瞬间就可以清理的干干净净 学会的老铁给个双击 感谢大家的 哈喽大家好 家中经常得到老鼠的光顾 让人非常的烦恼 今天教大家一招 我们准备一些大米 加入洗洁精 白酒 白醋 酱油 搅拌均匀 放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 来一只死一只 效果特别的好 学会的老鼠 哈喽大家好 在油烟机周围 时间久了都会产生一层厚厚的油烟污垢 非常难清理 今天教大家一招 我们准备一个喷壶 挤入一段牙膏 倒入可乐 搅拌均匀 喷摘污垢的地方 放置两分钟 轻轻一插 即可豁然一新 学会 哈喽大家好 斜着开胶了 先不要着急去买胶水 今天教大家自己做 粘合能力非常强 堪比502 我们准备半个鸡蛋清 加入洗衣液和洗洁精 比例是1比1 充分搅拌十分钟左右 胶水就制作完成了 学会的老铁给个说 哈喽大家好 很多老铁私信说 有胡臭怎么办 今天教大家一招 我们准备生姜切片 加入白酒 在密闭容器中浸泡一天一夜 然后占取枝叶 涂抹在叶下 一次见效 学会的老铁给个双击 感谢 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自制玻璃水的小妙招 我们准备一些水 加入两滴洗洁精 两瓶盖白酒 一瓶盖白醋 一些防冻液 倒入瓶内 有晃均匀 玻璃水就制作完成了 清洁效果非常的好 学会的老铁给个说